詹姆斯他是立己 但是谁不立己呢 问题他不坑人呢 詹姆斯 对不对 没有坑人呢 所以说早些人见 什么这个鲍尔 什么这个英格拉姆 他们离队 这就是怎么的 得骂詹姆斯 你看库子玛骂詹姆斯 根本不骂詹姆斯 库子玛非常清楚 继续留在胡人 影响了我职业前途了 没有办法 年轻人他们有自己 属于他们的未来职业生涯子录 那你要说在詹姆斯身边呢 整个球队他需要整冠 那如果说这支球队有需要的话 他们想要走向另一个方向 组建新的阵容 而我呢 离开球队之后有更好的发展 何乐不为呢 这年轻的球员 他不见得说我被交易离队啊 这对于我 这直接上下是一个 多么惨痛打击 根本不是这样 英格拉姆啊 朗佐鲍尔啊 哪个不是出去之后 就这个成名成外了呢 所以你看这帮人 埋怨詹姆斯吗 根本没有 交易很正常 那阵容当中出现一些改变 所以你说詹姆斯 基本就是立己 他首先他肯定是立己 谁不立己 但你要说精致立己 是不是说损人不立己呢 不是 是不是说我损人的前提下立己呢 没有啊 所以他不叫 这个什么精致立己